最近韩网网友盘点了关于SM公司旗下艺人的各种八卦和DMI 各种传闻奇奇怪怪又特别搞笑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吧 1.在众多SM男爱斗女爱斗中 李秀满的腕匹是泰铭和雪莉 制作人俞永生的腕匹是由圣代之子传闻的都锦秀 前创意总监敏锡的腕匹是泰铭、凯、郑秀金 2.Henry开玩笑说了为了SM股票要和Sani结婚 听到这个的李秀满非常认真的说了 不行 3.金西侧打高尔夫球的时候 李秀满给他开的高尔夫观光车 当时金西侧喊着 Opah跑起来 然后车子开动起来了 4.神童是SM举办的最佳青少年选拔大赛 搞笑战第一名的获奖者 本来想让他加入Super Junior累积知名度后退出 然后培养成搞笑艺人的 结果因为Super Junior太成功而失败 5.灿烈在听西式的狼女美女demo版本之后 就喜欢上了这首名曲 有人说那个版本里有知识啊 我完全崩溃了呀 这句话 6.XO在玩Mafia游戏之后 会留时间来复盘 7.Irene练习生时期 因为Kpop明星迎贺给她买了珍珠奶茶而感动 之后Irene成了Kpop明星之后 给NCT买过鳗鱼 盗音收过她的紫牙板拖鞋礼物 8.SM所属歌手中 少女时代和宝儿的粉丝占多数 9.明豪和雪莉拍吻戏的时候 曾因为无法理解吃巧克力吃醉了之后接吻的剧情 而跟导演抗议过 10.李秀满在儿童节只给Red Velvet和NCT送乐高礼物 Red Velvet的盟内和Dream隊收到的比哥哥姐姐们更大 11.少女时代成员秀英 每次在SM练习室都会对于自己本名相同的Red Velvet成员Joy说 秀勇啊加油 12.SM练习生们必须学习李秀满的出道曲幸福 13.SM准备的歌曲经常会被换 很多歌曲原来都是另外一个团体的 FX Four Wars Shiny Red Velvet Happiness FX NCT Dream Chewing Gum Red Velvet 俄罗斯爪盘 XO XO Coco Pop Red Velvet 14.雪莉在练习生时期曾和Tiffany、泰妍等少女时代成员一起生活过 15.Red Velvet夜里是Ariana Grande关注的唯一一个韩国人 16.Red Velvet的Joy和NCT倒映在准备 First Christmas舞台时 人气歌谣的BD说两人很般配 结果Joy就搞笑的笑了 而道英则摆摆手表示否认 之后道英被选为人气歌谣的MC 他下车之后太荣接任 BD说太荣是人气歌谣的儿子 还开玩笑的强调道英是前儿子 当时人气歌谣的FD便匕首只爱心 便说依旧还是儿子呢 这个传闻当时在圈子里特别出名 17.NBC歌谣大战 郑秀金和泰妍合作舞台非常出名 据说当时在额头亲亲的表演是即兴的 18.NCT和XO是现象级的备份交错的组合 原因 督锦秀 金钟人 金亭佑 三个人 19.为了casting名号 SM相关人士跟他跟了一个月 还给名号的朋友们买冰淇淋吃 甚至跟他们一起踢足球 SM相关人士为了casting董思成 曾9次坐飞机往返 为了casting名视讯 陈和视讯在草年糕店进行30分钟的追击战 为了casting郑秀金把杰西卡先拉拢了 20.李秀满说 如果要恋爱的话 为了对口尽方便 你们干脆就设内恋爱吧 他建议大家设内恋爱 21.在选择想要cover的SM公司歌曲时 NCD选择了少女时代的I got a boy 22.NCD太一有段时间迷上了看悲伤的视频 当时他在YouTube只看悲伤的视频 而且不是一个人看 还会给成员们看 在看见成员们的眼泪之前 他会一直播放悲伤的视频 除了Mark之外 大部分人都曾受害 23.在UFOTown时期 SM所属歌手中 只有Red Velvet成员 Irene的头像是黑白的 粉丝们疑惑是不是没能换 但Irene表示自己对这个头像很喜欢 24.NCD的志成 曾经在看了下班后赶来的粉丝博纸上的职员证之后 惊讶的说 哦?我爸爸也在那里上班 25.XO灿烈曾经读过那个著名的TakaoTalk体文 普灿利普灿利 26.XO苏后在练习生时期 因为严厉的性格被称为勋章先生 27.Shiny的温流在练习生时期 需要管理身体 他曾因为太想吃炸鸡哭过 28.NCD董思成 曾在洗澡时以圆Key唱过脸红丝春期的Gaming宇宙 29.NCDUTA被亲爸爸教训的时候想着这大叔怎么回事 30.NCD凯燦因为小腿受伤 休息的时候 妹妹去参加了NCD127的单独演唱会 回来之后妹妹说 哥哥你伤得好 今天粉丝们的呐喊真的很大 31.NCD道英小时候经常和大伯吵架 说是只要他安静10分钟5000韩元 所以他就真的做了 也得到了5000韩元 32.郑秀金在练习生时期 曾因为非常讨厌定期的月末评价逃去卫生坚果 33.云娥看到练习生时期的夜里 觉得他和自己长得很像 34.这位练习生时期的特长 是边在跑步机上跑步边唱歌 35.Irene头顶有志 色奇蝴蝶骨很漂亮 36.泰荣是SM相关人士请他吃吐司 他就会觉得人家善良的人 37.NCD的陈灿 给练习生后辈送过幸运的项链 并说过祝福的话 38.NCD妈和凯燦是一起上学的 一年级班和二年级班一起上体育课 体育考试的时候 凯燦总是让处于其他队伍的妈传球给自己 39.神童的一名曾经是神盾 40.桂贤做过双眼皮手术 有人说他鼻子也做了的时候 桂贤会把鼻子捏在一起说 鼻子是自己的 41.义生在出道早期收到过SM相关人士的名片 42.李秀满曾经对义生说 都拜演唱会结束 你今天是这里表现最好的 义生感动哭了 43.银贺是比义生早很多的练习生前辈 但是义生一看到银贺就想着 原来你也能做到啊 充满了自信 在看到神童的时候想着 究竟实力有多厉害啊 感到十分紧张 44.义生特别喜欢自拍 这么多TMI信息量是不是太大了 你们还知道哪些TMI呢 在下面留言和大家交流吧 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分享留言按赞 我们下部影片再见